创造101里人员最好的是豆子李子玄!求求大家救救团宠豆子吧! 伴随着创造101的热播,一个个熟悉的小姐姐,被观众们所pick,更是被大家高呼出道成团! 这里面,最受关注路人员喜欢的恐怕要属豆子李子玄了!随便翻看关于密百灵币的文章评论,你会发现,经常有不少路人表示,没看过101节目,但却喜欢豆子,更是高呼救救豆子! 而且,我们的豆子不仅是路人员很好,在101里的人员也是超级好的,看过第九新101的观众可能知道,黄渤十分喜欢李子玄,还当众模仿她,pick她! 在豆子晋级的时候,101所以的小姐姐都很开心,其声叫豆子,鼓掌,吴轩仪还从上面哒哒哒跑下来抱豆子,但是萨尼小姐姐抱得更快啊,山枝大哥给默默为大家煮饺子的李子玄味饺子! 这可能也是豆子为什么不想离开100灵币的原因,她是个重感情的小姑娘,睡不得像家人一样的朋友,睡不得像妈妈一样的Ella老师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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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,网友们则表示 1.求求大家救救团宠豆子吧!她这么可爱,还有实力,一定要护送她出道啊! 2.希望萨尼和豆子一起出道,3.来看Ella明清豆子,两人真是好甜呀! 4.山枝鼓励豆,起鼓励豆!我先自罚三倍了! 5.还有涛鼓励豆,一波老师鼓励豆,我们豆子真是万人迷,谁都喜欢! 6.豆子你是最棒的,一定要输到呀! 7.观众缘和实力都很重要,豆子主要是实力很强,观众缘上不去! 8.楼上的,没有呀,是剪辑导致的吧,弄得大家都觉得她爱哭就不想了解她了! 8.但是她虽然确实爱哭,但是耕正能耳啊,也可以很帅很酷很霸气! 9.不愧是我们的团宠豆子! 10.她是爱哭的小豆子,却也是舞台上的舞蹈大魔王,这样可爱的特点连黄渤老师都pick了,真的不考虑一下pick小豆子吗?让我们一起鼓励豆子! 6月23 豆子揍花鹿 11.团宠豆子 她的努力可爱所有人都看得见 12.大家都是鼓励豆,我们是包鼓励豆 13.豆包们都加入大头组吧,豆子现在还是17名,我们和别家最大的差距就在大头,大头组人不够买了卡都不能充分利用。 12.只有几天了大家真的很注疾,所以豆包们都加入大头组吧,进入大头组直接戳管理员问该怎么做就好了,每人多出一份力豆子就离出到更近一步啊。 14101里跳舞最优秀的舞蹈大魔王了解一下,姑娘特别低调还主动让C位,追求梦想的经历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忍下来的。 15.其实能发现很多细节,胖虎在哭的时候大家的表情不难看到吧,但是豆子在紧急的时候大家都是又宝又亲,胖虎要饺子的时候大哥直接说不能,转头就为了豆子一个。 16.哪个人什么样,一起生活的人最了解。 16.楼上的大哥说不能的时候,我真的笑了,GQZ倒贴大哥,大哥不想理他。 17.而且转移在颁布前还默默祈祷呢,私底下还叫我们给父亲和豆子投票说救救他儿子,所以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,我会pick豆子和父亲的,也希望你们能多多pick我们善良的选一。 18.大家一起出道吧。 18.感觉每一期离子玄境投资多,剪辑偏向太明显了。 19.楼上的,因为工作人员都喜欢豆子,看到有人爆料说。 20.真团宠豆子。 21.在豆子说为什么不想离开时都有些小姐姐哭了,当念叨豆子排名17名时全部人都在叫住豆子,轩宜还跑下来抱豆子,AVM新了豆子,所有的导师都夸赞豆子的实力,粉丝人气也不低的豆子为什么?为什么还是17名? 21.是不是因为豆子太佛系了?果然还是太佛系了吗?因为都太低调了不争不抢的。一辈子都这样的话就要一辈子犯悟了吗?投票啊各位,求求大家救救豆子吧。 22.纯路人。很喜欢小豆子,我觉著自己和他有一丢丢的像,对什么都有点自卑,但是其实还是有实力的,每次都会去拼见全力做好。 22.当然我没豆子厉害哈哈哈哈,夸夸他,加油出道啊。 22.关于创造101名人员最好的是豆子李子玄。求求大家救救团丑豆子吧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22. çap。